我们昨天中午太热了 意犹未尽 今天一大早又跑着来再继续再划 清晨的湖面特别的宁静 所以我们要感受一下 早上来这个湖面的感觉真是平静如水 仙境的感觉 太阳出来了 天上还挂着个月亮 天下的雨 天下的雨 地下的雨 也会露出来了 云風 地下的雨 女地下的雨 天下的雨 对 对对对 回去了 仙境啊 现在我们是船在画中型 就是这个水面 秋风扫落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一阵风过来 所有的树叶都飘落下来 不是要等一阵风来 你没风没睡掉 一阵风过来的水哗啦哗啦掉下来 那种感觉特漂亮 这是单程的去了以后再回来 这一路骑车的路并不好骑 我们骑了半路上就放气了 沿路都是这种大石头 不是3D车的话真不适合 树叶不停的往下落 这秋风扫落叶 跑了 我们看到一条蛇 好恐怖 路上穿过去 看不看 头在这 头在这 看到吗 哎呀对呀 你看 他头在这 别一下飞过来 吓死我去 吓死我去 这是一体的 这个蘑菇不知道 看这壮菊 这种蘑菇太 太 太恐怖了 走开 走开 嘿 走开 干嘛 你没事呢 看这一 你飞过来吗 走会 看这壳树 这一片白白的全都是这种蘑菇 这壳树上长满了蘑菇 这一路上就没有什么人走这条小境 刚才只是去的时候遇到一个人 今天就再也没遇到了 走到端头呢 就是一个look out 是我们昨天划船经过的地方 如果要划船的情况下来看了这个景呢 就不用再走这条小境了 有人说这是林芝哦 这不是蘑菇 看一个有几 哎妈呀 你不要吓我了 你看一个有多大 把我手掌摆在这 比我手掌还大 真是新奇的林芝 红色是不允许骑的 绿色才允许骑 其实这条路真的不能骑 全都是石头 一点也不好骑 这真是一个看枫叶的好地方 你看它图片上都是枫叶红的时候的照片 本处的树叶已经落了差不多了 落到 树叶飘下来的没有落到 它也不掉树叶呀 这不勤劲啊 不多啊 我们走了一半就回来了 这一路就是在森林一走 没有什么look out 看不到什么风景 这条trail就放弃了 外面圈圈十五分钟 我们就去单行吧 去里面没有什么看的 都是这样的树林 那就像这样的树林 这狗多幸福啊 还有一个专门他们的公园 这是一条秋天骑行的黄金步道 这个look out不错 so beautiful 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有点太晒了 要是早晨或是傍晚时分 你说样的看落日的时候来这儿 是不是很美啊 哇真漂亮 哇真漂亮 主要是那边一片地都不属于公园了 还有个小岛 小岛上还有个人家 这是回去了这条路 这是回去了这条路 最最舒坦的 一路下坡 15分钟 骑自行车 走路半个小时的路程 当阳光透过这树林 穿透过来的时候 呈现你面前的是一片的金黄色 这是晚秋的露营地 营地里铺满了金黄的叶子 这就是秋天的尾声了 第一道菜就是烤蘑菇 里面放点蚝油就行了 第二道菜就是烤青菜 第三道菜是烤牛肉 四道菜是挂牛肉豆腐 汤韩国酱 第二道菜是烤牛肉的 三道菜是烤牛肉的 三道菜是烤牛肉的 但是 鸟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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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肉的